好 来看到今天在台南市议会前上演了一场骑马陈情 怎么回事呢 因为之前这马场用地是台南市政府借给业者当成训练地 在国土规划后 主管单位转成了林务局 林务局要求三个月内马场要搬迁 业者情绪激动说 林务局没有协调 根本来不及搬 也害他花大钱整修马场 痛批公务员堵持 台南市议会前 一大早来了六匹大马 四匹小马挡在大门口前 画面相当引人注目 而其实他们是来陈情的 抗议政府没同时运动的策略 抗议政府打的运动 抗议政府打的运动 抗议了 抗议了 业者拿出土地所有权同意书 表示十多年前在台南余光里的马场 是由台南市政府借给业者作为训练场地 但在国土规划后 土地所有权转为林务局所有 而新的主管单位 则限业者要在三个月内办签 他人来说都没说 他在这边上万年 上万万庆舰 对不对 他才跟我们说的 我不需要再去面所 不需要再花多钱 独自 独自 林务局强调一切依法处理 但业者也呼吁希望能给他们多点搬迁时间 双方因为土地问题 气氛实在有些尴尬 但这无辜的还是在一旁眼神中透露着不知所措的马儿 因为得当上成群道具之外 下个家再拿也还是个未知数 明日是有林俊明 台南市报道